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大家交换LAP技巧 一个讲感情技巧人生方向的节目 程度龙氏 大家好欢迎来到程度龙氏 我是龙震天 大家好我是铁楼女神黄基 Hello我是Jo 今天我们讲一个非常切身的话题 这个很严肃的话题 这个很严肃的话题 有点三熟的感觉 应该做人都要充满着笑容 虽然大家看不到我的样子 我不知道哪本书看过 就是一个酒店 日本的Imperial Hotel 出了一本书 他说他们会叫他的员工 虽然只是电话和客人沟通也好 都要是笑着说的 你的语气就不同了 对方会感受到你的心意 哈哈哈哈 今天讲的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辞职前的考虑 辞职前其实有很多事情要考虑 因为很多客人来找我的时候 都会问一些跟工作有关的东西 可能在工作上没有了方向 或者想转工转行 甚至转做生意 我想说这段时间的工作咨询 真的太多了 我都比较相对你 女神就猪龙入水了 我就看到你就卡卡卡 这样都被你发现了 哈哈哈哈哈哈 的而且很多 因为现在环境气候 我觉得整体气氛太闷了 无论在政治环境 在社会环境各方面 想想什么新东西 iPhone来来去去 现在还在讲好像是4s的年代 是 雖然出了叫做iPhone 5 但是还是长了一点 接着到5s 就加了指纹 一直都没有新东西 有什么新的产品 新的话题 有什么product 还有现在香港人是很善忘 而且一些东西是很快来快去的 是 譬如早前说厚多士 厚多士说多久呢 说三入 又投入另外一些话题 不停没有什么可以很凝聚到 是 所以变了一些人都想有些转变 觉得都很沉悶了 在大戏的气候底下 这一期都是喜欢转变的 所以大家真的会有这个 是不是 所以大家都想转变工 所以辞职前 第二讯之前 考虑转换工作之前 听程度隆士 可能会帮到你 给你一次的点考虑一下 第一样我不贊成就是 辞职才找工作 是 有很多客人都会说 我都不知道做什么 不过我就先辞职 其实跌了一个最大的陷阱 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工作 是 你是不是想着从此不找工作 还是怎样呢 你要计算 你手上的笔钱 你可以耐多久呢 但现实很多时候 都会出现一些意料不到的变化 你以为三个月之内找到工作 结果是三年都找不到工作 我心里有些客人也有遇过这种情况 所以辞职前要三思 他是不是没有想过那个市场可能差到这样 他觉得基本上要去找一份工 而差不多现在的title 以我的工作的经验 没理由找不到相关的工作 就是不够客观的审视 是吧 还有等新工的时候 其实是最痛苦的时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请 又不知道做什么 我睁着眼睛又没有人理你 人家吃早餐了 人家7点多吃早餐9点就上班了 你一醒就已经1点钟了 接着吃个叫做brunch 去买餐厅 去买餐厅 吃到你了 2点多3点 可能是 t-car lunch 接着不知道做什么 打开报纸上网 看看又是那些东西 看什么好呢 又不知道 很快又是晚上 大家11点多就睡觉了 因为第二天 日后一早就起床上班 你可能上网 搞咪摩摩 又有一天 第二天同样情况持续 会令人很颓废 这个在心态上都输了 所以我给大家建议 即使你要辞职等一份新的工作 都最好早起床 你是不是要早到以前上班 6点多起床 现在6点多 我觉得未必需要 但我觉得起码的期限 你都在早餐前 你赶得切落楼下吃早餐 你赶得切落楼下吃早餐 11点前 你可以赶到去吃早餐 我觉得都好些 那天的时间都比较快 基本上 其实那个心理状态都挺 怎样说 如果他一向都是转习工的人 那都还好些 因为他基本上 他有很多interview的经验 又或者是 他不是 即是怎样说 应该这样说 就是有些人是很缺乏 interview的经验 又或者未必有工去见他 很多时候他扔很多 但是没有 那就可以反映到 这人写CV 和见工的技巧 会比较差 那如果这些人 你就更加不要辞了一份工 再去找 我明远都是赞成摩石过河 如果你真的想着辞工 你又觉得自己找到工 那你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份工 去证明自己真的找到工 但很多人又不是 我到时就找到 有时候有些人走 是为了一口气的 有些人很多时候 为什么你说辞职前 要想一些事情 就是很多时候 人去到有个 好像你说差点tipping point 他忍不住一口气 他就觉得那一刻我拍桌 我就好了 我辞职了 接着他爆了出口之后 他才走来后悔 或者才去想 究竟如何收货 都没有了 都已经势情水火了 你会被迫着就走 是的 又令我想起 那时有个朋友 其实工作运也不算差 是 都叫做中产的 是 当时也是为了一时之气 是 那我当时都叫他 我说 如果是你不如找了工才考虑 结果他没有 那就辞了工 是 之后十年都找不到工 是 十年不是一个电视隔 找不到 他要求很高 他要求 因为他那时的工资都算高 是 是 他在同样的市场 找到同样的工作 是 可能只剩下四成的工资 是 他也接受不到 是 那当然他自己的惰性 也有关系 是 他那种就是下茶餐厅 看看报纸 爬马仔 有空过大海 那类型 是 他的生命 他的运势开始出现了 一个微妙的变化 是 他的生活质数开始降低 他会觉得 我最多早餐不吃 我家裡煮麥皮也可以 三餐都省的 我不出街 我就不消费 你吹吗 但是这样 是否一个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也不是 他的人到最后 会消极 和人被褪了 他自己有没有找其他东西 去 没有 应该继续继续过大海 他只是不停降低 自己的生活质数 去迎合自己的失业 这个情况 而他没有想法 如何赚钱 我想以过来人身份来说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 在找工作的阶段里 暂时没有工作 我觉得我绝对赞成师傅说的 你千万不要让自己睡到黄昭白眼 这件事是很多 你正在打工的时候 你梦寐以求 自然醒 睡到自然醒 但其实这是传错的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 告诉我 你当你睡到黄昭白眼的时候 其实你之后没有什么精神 去开始你那一天 好像很迷迷糊糊 是的 最重要的是 你吃完那一天 当时已经是两点三点 你可以做什么 看电影也太早 有人吃饭也太早 去做健身 好像没有什么原动力 那学什么呢 中数 很迷惑 是的 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 不会说有个爸爸或者妈妈在你旁边打你 雖女快点出去找工作 今天你圈了多少份工作 寫来看看 有没有打哪个电话 看着你打 没有了 成年人很多时候 真的要靠自己的自律性 是的 很重要 身边没有朋友也不会这样 如果这样 你也不会找朋友 你避免了 为什么你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陷阱 另外第二件事 大家在想 就是我很多客人都会 不做工了 师傅 我做了这么多年 我都很忙 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我说你错了 也有这些客人 如果你问得出这个问题 你错了 应该反过来 你心目中 已经有一些生意 你想做 然后你问有没有做 而不是问有什么生意做 你问有什么生意做 证明你根本没有一件事 你是熟悉的 或者在生活中有一件事 你纯粹就是逃避打工仔 而去做生意 但是这样其实是没有用的 其实这一批人是最危险的 非常危险 像你所说 有一类就是 他想辞职一份工作 然后搞生意 他自己是老闆的心愿 另一类就是 他想辞职一份工作 因为他觉得他不应该做这一行 他想转型或者转行 但是他可能也有些想法 但是他没有想过磨石过河 就是你突然间要没有一个收入 因为他们的概念就是 我一定要全程投入去 另外一样新东西 我才可以将那样东西 发展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除非你真的有很多储备 要不然你是基本上很危险 有储备基本上都没有用的 原理就等于中落财一样 中落财的头掌的人 只不过户口突然多了一笔钱 但是他的财技和思想 基本上没有变过 多多钱都没有用 拖拖拖拖拖拖 如果你说辞了工 做生意 最擅长的就是自己有些积蓄 可能又多不多少不少 未到退休 接着又沽住一宅 可能去开店 这些位置都损手蝕 蝕到完全是他意料不及去蝕 而那个银码是很大的 最上的陷阱就是饮食 因为饮食最容易入行 你有钱就可以了 其实饮食很难做 但根本是没得做的 超人子 就算你有把握和经验 你都要想 我们不能分析到的 我们看到连锁店 很多连锁店不停开分店 但这些连锁店 到最后又有些分店会关闭 为什么呢 他自己都看不通 那时候可能租贵 或者人手各方面有些问题 只是拉上去補一下他们的赚 如果你沽住一宅 而你毫无经验的 你要开一间饮食 你怎样可以做得到呢 我又不明白 我还在想 很有趣的 做饮食 很多就是厨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厨 他自己开 也算是好一点 叫做好一点 因为他自己本身真的懂得煮 但有一个危险的 是厨又未必懂得做生意 管理 因为他只能炒菜 这个就去到另一个问题 但反过来 有些完全没有经验 那些就死得快 因为他完全不是行内 他完全是请我厨 他也不知道在哪里请 就算你请了个人不行 不適合你身水 你又悶 他純粹是觉得这行很赚 但没有理性分析 为什么 其实不是真的这么好赚 我又这样想 其实一点都不好赚 对 我又不觉得很辛苦 只不过是入行二 你有钱就可以了 你有钱就装修开店 你就可以一乘老板心愿 大家贪盘数出来就知道 但第一食物成本 起码占30-35% 然后你燈油火纳 人工呢 租油贵 租油贵 其实你基本上 你收拾的又多少 你一个餐收人又多少 你又想着做多少 其实很多人很简单想 你买杯东西喝到15元 你那些水的价值就是1-2元 但其实这些是太简单了 整件事 是的 因为我觉得 你要真的让那个人 在收拾所有的价值 原来对他们来说 你真的不知道那么多 叫做意料之外的成本 生意失败 其实最大原因是计算数 计算数 例如他开饮食 他一天打算有500个客户都没有 500个客户都没有 那就接了他 跟着一开了之后 就真的接了他 真的没有 真的可能只有50个客户 太好笑了 他解释不了整件事 他其实有数得算 是的 假计他真的开一家茶几个客户 你起码可以继续 你早餐 可以午餐 下午茶 晚上 起码你手都有多少转 多少转 你的位置有多少座位 做多少转 你就知道 你一天的客户是多少 而且提供你的东西好吃 但问题是 如果基本上你只有10个位 你怎可以想到有500个客户 他们都有计算过 譬如茶几个客户 都有50个位 可能做10转 有500个 但到最后可能是50个位 可能只坐10个人 而一天只有4转 那就算不定 另外一种是更加悲哀 那种悲哀是怎样呢 就是他已经做到盡 都找不到钱 意思就是譬如 试着做 试着做 譬如中環100个位 他真的不试着 有100个位 不但还有100个人在外面排队 他已经是不停地做 但因为租和人手太贵 做到盡 都赚不到 那这些没办法 这些真的要做 这些真的要接下去 所以我也奉劝打工仔 如果想做生意 你不要想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你想想有什么 你有兴趣 然后再想想那样东西 有没有做 那些客人也是这样的 过去有什么学过 也没有 放工 在家看电视 对人生毫无帮助 你完全没有经验 那你怎会突然之间 可以做到另外的东西 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转行 转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由头要开始 如果过去十年都做席 那你转行也会转行什么呢 这个你是需要想的 所以有几个状况 就是好像你刚才说 他想转行 我试过有一个客人 我记得好像是做物流 但是他又想转去做采购 但是他又想入酒店做采购 但是问题是 你都要看回你手上的经验 就是你去批评酒店的HR 要去请你没有采购的经验 而去请你 又比较难 你要去需要些什么 就是大家要想 就是当你去辞职 或者想去做什么的时候 或者你想慢慢转型的时候 你可能一定要读一些相关的东西 又或者入一些 如果你要这样转型的话 基本上要很靠机遇 就是一定是 可能有人刚好带你入行 或者刚好有些机会请你 那你才可以转型 有一些就是 他可能本身 就像我塔罗斯 我记得我有个客人 他教唱歌 原本他在做秘书 但他发觉做秘书 以前跟一个老闆合夾 那就可以了 因為秘书一定要跟老闆合夾 如果你跟老闆不合夾 根本上你做不到下去 他转工之后 就跟现在新的老闆很不合夾 他也做得很不开心 那他的最终 他最终就是想做教唱歌 因为他说他考了所有东西 其实他唱歌很好听 但问题又出现了 他现在手上可能只有两三个学生 基本上你只有两三个学生 如果你在这个时刻 你退了一份工 他又不是不等钱花的 他也要有日常的开支 于是没有办法之下 我也要建议 他好像师傅常常教的 但是没有很疼的 基本上你一定要在这些时间 你要辛苦些去扩大你的学生群 而不是反过去 有些人的认识很有趣 他就会觉得 如果你多些时间去投入你 教唱歌的话 那你就会找到 但其实 其实这个事情不是 其实这个事情不是 其实也未必成正比 你要真的先建议 你有个基础 而你去做这件事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说贸贸然 你退了一份工 基本上是有点 这个情况 我给他建议 他会不会先兼职去教唱歌 所以他现在是这样 而他存了一定的客人 其实大部份的人都应该要是这样 接着才转全职去教唱歌 还有另外一件事 他一定要客观审视这个市场 现在香港有哪个地方 是有人有全职教人唱歌 是 一个月找到多少钱 是 为什么他找到这样的钱 如果你发觉事实 教唱歌 可能一个月都是一万元 而他现在做秘书一个月是一万六元 他有必要考虑 中间要平衡 是 后果会是怎样 但很多人不是的 就是感性思维行头 我觉得那件事得 我就觉得去的 做人应该有自己的梦想 不是应该有自己的梦想 唯一梦想你去到多尽 但我觉得有梦想 都要有理性思维去做 你去到尽 就是因为你输得起 你输得起 你就会亏了钱 你是不是先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就是事实 这个感觉好像你说的 好了 你现在还要避书 加上你找一万六万元 但如果你说 其实市场 如果你做一个唱歌先生 你也是要找一万元 那你中间就要拿一个平衡 究竟我少赚了六千元 但我可能换来的 是说我很舒服 我没有压力 都可以的 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这个也是我每天见客人 我帮他计算 客人现在做什么 人工多少钱 他想做什么 市场大约有多少钱 他做的事情 会不会开心很多倍 他现在是否极度不开心 因为我发觉那些客人 他想转工 未必他做得不开心 是 纯粹觉得悶 唯一变而变 但是一个月 可能都有七万人工 而他觉得很悶 那他这些状况最好 如果他觉得很悶 他就会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要休息上班 其实挺好 我已经有提议他 没有没有心灵上 是不能满足你 而你用一些工余时间 做一些你有兴趣的东西 慢慢去发展 中长线的 没有没有五年后十年后 你只能够退一份工 你生活无忧 然后找一些 可能开一些小店 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东西 而去有一个 可能平衡一点的人工 够你吃够你洗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出来 又或者他努力一点 去存多些钱 然后买房子收租 那你就由他收租 有经济的收租 对 你怎样都会有钱 于是你就去做 你自己喜欢做的 所以这个也去到 转工的客人 可能思维上有一个陷阱 他都没什么想法 但他又想转 但这个其实是转不到的 这个也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地方 你有机会转 你要增加你的机遇 你的机遇在哪里 来自你的兴趣 来自你平时要留意多些东西 很多客人放假 就在家看一碟 又过了两天 睡到自然醒 又过了两天 中间没什么学习 你这样说 我突然想起一个点 一定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当你 即使你找到一份新工 也好 切记切记 你一定要签了一份 新工的contract 你才可以辞职 我发觉原来 这件事 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 我本身自己个人 是比较小心 以前过往 如果我确定了新工 我一定是签了 然后我才去辞职 这是必然发生的事 感情上需要自私 工作上也需要自私 一定要想起自己 有些人就说 不要 早点说好像好些 但如果将来 新公司的contract 有什么变化 别人有一句不好意思 不是 那时候你这样说 我现在迟了 跟公司 真是对不起 人家说完了 人家又不认识你 你还可以说什么 那吃底始终是自己 我试过有个客人 他的案子很搞笑 他又是一时间意气用事 他就去辞职 到他辞职的时候 其实他有找一份新工 他当年就是 因为他找了新工 他觉得一时意气 他就去辞职 反正我也是打算走 到他一辞职之后 他才发觉 哎 糟了 原来我自己都很喜欢这里 而这里的条件 就真的可以给我 我星期六日可以去照顾 因为他新工那份 就比较不太好 他突然才愚梦初识 糟了 我其实想留下 于是 人家新工 就叫他去签合 的时候 他就跟人说 我也是不考虑你这份工 因为你那个时间不好 因为他想着 他那个主管 就会留下他 于是 没有留下他 至于是他就跟新工那边的人说 新工那边的人就说 你不考虑一下 我回去再跟HR再说 然后 于是者 那个人又回去了 然后他回去了 那个公司 那时候他不知道 究竟主管是否留下他 到他新工的僱主 又来接触他 他就说 我帮你改了 改了个Terms 你是可以 星期六天不用回去 就是这样 那个人就跟他说 他说 我决定真的不走 你不要再来问我 我真的决定留下他 但当时主管还没留他 是的 还没留他 他就这样抓人 那个人都问了他一句好笑 他说 其实你想怎样呢 因为你是来见的 人工又加给你 人工又加给你 我调置了你想要的 那为什么你不过来 你还有什么考虑 总之我就不过 他答不了 他答不了 总之我就不过 于是他的状况 到最后很差 就是因为他的主管 他不是第一次辞职 于是太多狼外了 于是他的主管就跟他说 我真的决定不留你了 其实我觉得 你应该要有更加好的發展 那就很丟臉 他死死气 又要跟新公司说 他的状况很幸好 因为他来找我时就问我 究竟可不可以留下这家公司 但是没办法 但是那个感觉就是 幸好他新的那份工作 都可以回复 都给他做的 都给他做的 如果不是的话 基本上他很危险 他自己令到自己没有了份工 如果是客人来找我 我都会跟他分享的地方 我起码问他几个简单的问题 我说你其实不需要跟我交代 其实是跟你自己将来的命运 作出一个交代 是 很有力量的 这个话 你跟我交代是没有意思的 我只不过是帮你算命 但是真正的命运 是你自己掌握的 是 你如果连这些基本逻辑都通过不了 我可见将来 你将来一定是走的路 所以其实有时候是自己 令到整个人生租高了 就是这些 就是性格決定命运 是 運气是不能改的 運气你也不能控制 但是我经常都说 你可以控制你的机遇 你有部份的东西 你真的能把握得到 如果你想不通 你要去fine tune 你做那件事情 之前要先fine tune 是的 是对的 他其实不应该说 有迟一职性 他可以在背后盘算 他应该要计算好数 而 once 确定了的话 基本上你就已经平衡了 所有利弊 你才去做这个决定 而不是你很冲动 做了决定之后 才去衡量 原来计算错了 或者按错了 那又真的有点过分 我可以有个分享 就是我的客人 其实不同的时间 都有些客人问我 他想到一件事 那件事有没有做 譬如说有一个客人 你最聰明的 我觉得 你很有直觉力 因为我经常留意很多不同的东西 譬如我们刚才去吃饭 我短短的走了十分钟路 可能我已经忙了超过二百间店铺 哈哈哈哈 他只看着那间店铺 他只看着那间店铺 你关新的 新开了店铺 我又会看看他做些什么 为何会这样做 有些收拾一粒 为何会收拾一粒 做了多久 要分析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经验 和一些提换 我客人说想做个网站 卖一些广告 靠一些广告去赚钱 表面听起来好像OK 但实际上有谁去你的网站 他说他的网站的主题是什么呢 他的网站可能是写一些文章 我说好像我的网站 类似是这样 可能是他专门一些 可能是专写小朋友 甚至去到一些讨论区 但我说最重要的是 我说你有什么基础 你做这件事是OK 而有人去看你 是 我说你现在都没有 完全没有一个事实去讨论 如果不是 我说我现在有个网站 我给你看 现在是在赚钱 我说OK 没问题 我说你做这件事 可以试大 成功的机会不高 我说你最好就是 例如兼职工作 做网站最大的好处 是不用怎么花本钱 不用怎么用钱 那你就先做 那你觉得OK 你才去做一份工作 应该就是这样 就是摸石过河 如果不行 你就试过其他 那就是想法应该是要这样 很多客户未必能很准确 去把握这些想法 就像你说的 其实每个女生都喜欢做些什么衣服 上去买衣服 但是大家要想的就是 OK 买衣服 但是你要摘货 其实一牵涉到摘货的东西 就很棘手 而且衣服是有季节性的 是啊 然后你可能要有些后路 譬如这些衣服 如果真的买不去 你会去哪里可以去 会不会有人帮你收 而收的价钱是多少 眼光也很重要 其实这整件事都是理性的分析 全都是理性的分析 所以师傅经常说 我是不是很喜欢咖啡 我就可以去做 其实未必是 这个完全不成立 我的客户喜欢喝咖啡 他就想开咖啡店 其实两件事完全没有关系 另外一个很大的陷阱 就是你见到别人好 你就做那件事以为好 接着是潮流 那我不用想 我开一间Rabotron就可以了 我开一千间 我在上万 我开一千间Rabotron 那就赚到钱 这个是常识 你想想也知道不可能 但通常一有这些copycat出现 基本上热潮已经过去 好像以前经常说的 芝士蛋糕 其实他们的系统是很短的 当你在卖芝士蛋糕 同街几间卖变种芝士蛋糕 你就知道已经可以了 你又要想另一样的新东西 你要做一个先锋 做生意打工也是 其实都是一个不停思考的过程 想想你在那间公司 或者你那间生意里面 有什么利用的价值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喂 喂 喂 怎样呀 是呀 这个节目做完的啦 哦 你想找龙师傅看一身运情呀 找它 好简单呗 请你记下以下所需号码 82040102 又或者email去infoatmasters.com.hk 留意 那masters是有s的 咦 女神 那如果大家想找你 那又怎样呀 如果想找我看塔罗的话 你可以打81002229 又或者email去 wangji.taro at yahoo.com.hk wangji 是wangji dot t a r o t at yahoo.com.hk 好 希望可以很快见到你啦 下一集 请到龙时再见 好 好